今天我們要來上的這個主題叫 現代文學大補帖啦 各位同學今天看到這個課程 真的是買到賺到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絕對不是老瞻自誇自賣自誇 這個地方就是各位同學 老師要告訴你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我們在高中階段裡面會遇到非常多的作者 其實你國中就有遇到了 你國中可能就已經跟他相見歡 但是你不知道到了高中的時候 他還深深的抓著你不放 所以今天這幾位作者 都是我們之後會在高中的選文 不管是白話文或者是類白話文 我們通通都會遇到 那我大概先簡明二要的 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先來介紹他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陳昱老師要來怎麼介紹他們呢 對我就是要用IG的方式 來跟各位同學介紹 這個是你們會想追蹤他嗎 不會 魯迅啦 魯迅魯迅 然後魯迅的貼文呢 其實我覺得263則有點太少 魯迅是個人囉嗦的人 好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這一位作家 他的名字就叫魯迅 魯迅呢 他有幾個一些稱號 還有他一些風格 他叫做中國新聞學之父 也是現代作家的巨破 講到魯迅 我們就會講到 這個白話文 也會提到他的好麻吉胡適 那其實這個魯迅 那其實魯迅他風格很犀利 去讀書 到日本讀書之後呢 在這個運動學運上面呢 認識了他的第二任算是妻子吧 這個叫做徐廣平也是他的學生 對好 所以呢 其實從這裡面 你會說老師魯迅是不是渣男 不不不 算 看你怎麼認知啊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也因為他的家庭的關係 所以他擁有了這種 比較犀利的筆觸 刻畫封建的舊社會 包含他從他第一段婚姻裡面 就嚐到了這個苦頭 那再來第四個呢 是諷刺的筆調呢 是解信黑暗的人性 好 我們在高中的選文當中 會提到孔怡己 孔怡己呢 是一個讀書人 而這個孔字呢 各位同學想到孔廷 會想到誰 各位同學 沒錯啦 想到孔 你就會想到儒家 對吧 想到儒家 就會想到封建制度 其實有的時候 這個儒家的制度 深深的影響我們的現代 也有可能是 我們不自由的原因 所以 魯迅寫下的孔怡己 就是在講這個 時代變遷之下 淘汰的 守舊的 文人 好 就是他 那再來呢 比較有名的 就是他這一個 叫做阿Q正傳 阿Q正傳延伸了 另外一個新的詞 叫做阿Q精神 意思是呢 我用精神勝利法的方式 安慰自己 阿Q是一個人沒有錯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今天要叫阿Q 為什麼不叫詹宇 為什麼不叫詹小宇 為什麼不換別的名字 欸同學 原因就是在於 好 原因就是在於 各位同學 你看一下 這個Q的感覺像什麼 沒錯 這個Q 就是辮子 所以他用了一個 象形的方式 來講了 這一個 留辮子的人 欸 是不是很有意思 然後我們用英文字母 來帶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會給人一種 比較中性的概念 因為我們不會對 英文有太多的想法 比如說像詹宇 你就會覺得 宇這個字 感覺就是個美女 對吧 好 所以呢 來各位同學 這也是為什麼他叫 阿Q政戰的原因 好 那這個時候是當時 啊 魯迅自己在當醫生的時候發現 醫生也是拯救一個人 可是整個中國的腐敗 是沒有辦法一個一個慢慢救的 所以啊 他就棄一從文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呢 注入在他的文學作品上面 那他也有一種很特別的文體 這個文體呢 只要講到雜文 就會想到魯迅 嘿 只要講到雜文 就會想到魯迅 那他的雜文也是屬於 比較語言辛辣 而且善於諷刺的類別 所以啊 他就是一個諷刺犀利的阿伯 這樣子記就沒問題了 接下來呢 要認識的第二個人呢 是阿伯的弟弟 他的名字就叫周左仁 好 魯迅的本名叫周树仁 而他的弟弟叫做周左仁 弟弟跟魯迅也是一樣 都是生長在那種封建時代的社會 只是不同於哥哥的罵人 欸不不要講罵人好了 批評 可以可以 建議那種方式 他弟弟的作品的比較呈現 是有一種 自己個人生活的一個情調 相較於哥哥比較平易近人 可是也有點苦悶 也有點沉悶 原因是在於說 他擅長分享自己的 生活上的一些作為跟想法 可能他自己覺得很Chill 你可能覺得沒有任何的感覺 好 所以這是他的文學的風格 比較平易淡薄 那也比較自在舒緩 節奏比較慢 像個性級的人可能看他的書 欸欸就會睡著 好 所以呢 欸可是他有他詭諧幽默的地方 哥哥比較是針對國家講事情 他比較針對他自己自身 去分享他的生活情調 嗯 那他也勝於散文 因為有去國外讀書 所以呢 欸這一組叫出國留學組嘛 好 所以呢他也會翻譯 那風格比較趨向於閒事 好 比較趨向於閒事 嗯 一般來講在大考的時候 周作人的作品比較少考一點 因為他的特徵沒有到那麼的鮮明 而魯迅考的機率還比周作人來的高 所以各位同學大概記一下風格就可以了 好 風格就可以了 OK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來推薦的呢 這一位就叫做徐志摩 國中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他的渣男故事 好 這個徐志摩的代表作呢 有非常的多啦 非常的多 好 那其實在風格上面呢 他善於情詩 筆法也比較細膩 然後有歐化的語法 這是原因曬語喔 各位同學有沒有聽過 我所知道的康喬 國中的那一課課文對不對 或者到了高中 你還會學到載別康喬 好 那為什麼徐志摩呢 會影響我們這麼多啊 是因為徐志摩的這個風格呢 再加上他有去劍喬英國留學 所以他自己本身呢 在英文上的用字潛質上面 也相當的厲害 那他有時候會不小心 把像這樣子的語法 或者有刻意而為之 放在他的作品當中 所以呢 情詩啊這個不用解釋的 渣男都要會的 好再來 散文比較親力 比較空靈 文字比較奔放熱情 所以如果我們撇開他的人格 撇開他的感情 撇開他的那些有的沒有的 在文學作品上面 志摩確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好 那兼容中國古典文學 及西洋文學 因為他在北京待過 也有去過那個清華當學當中教授 然後呢 也在英國建橋這麼好的學校讀書 兩邊的文化 文藝的薰陶都深深的影響了志摩 OK 那再來呢 這一位呢 這叫做朱子清啦 國中是不是有看過他 爸爸呢 把朱宏的橘子一股鬧兒的放在我的座位 爸爸是個胖子往上爬 對不對 想起來啦 還是你只記得他爸是個胖子 好 那其實啊 各位同學 我不知道你在國中階段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的去 老師跟你們談到 就是朱子清呢 他其實寫背影那一刻啊 其實是除了讓我們體現到 或是了解到親情 還有更大的一部分呢 是在於說 朱子清跟他爸的感情真的不太好 但朱子清他爸真的也有點不太OK 家裡欠了蠻多錢 而且這個欠了蠻多錢 還活活的把他的祖母 也就是自己的媽媽 朱爸自己的媽媽 朱子清的阿嬤給活活的氣死 所以呢 這一段時間 朱子清跟他爸有非常多的衝突 那再者呢 也是在於啊 朱子清很早就出來工作賺錢了 朱爸呢 因為有這個賭債的問題 就直接衝到學校 把朱子清的心轉轉到了他的戶頭 而背影這篇文章寫下 是一個父子大和解的一個階段 對 那這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了 嗯 所以你可以明白這個 在看背影的時候 中間有好幾段 你會覺得啊 朱子清幹嘛要這樣對他爸 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淵源的 好 但不得不說 朱子清還是一個非常孝順 而且愛家的人 好 那風格上呢 他的散文比較簡潔自然 描寫細膩有深情 那擅長寫詩 還有散文 雜文他也有喔 但是如果我們講到雜文代表的話 你的運用方式 那再來下面這一位 啊 梁時秋 好 梁時秋 你記得他那一句 我愛鳥嗎 沒錯 國中課文我們就會學到鳥這一課 那原因是因為高中課文的時候啊 我們會去講到梁時秋 那梁時秋也是當時呢 這個呃怎麼講 白話文運動啊 文學壇上的一個健將 好 所以呢 就變成說高中課文當中 絕對離不開他 好 那這個梁時秋呢 他有一些代表作 像各位同學只要看到什麼 亞社 然後只要看到什麼 老 呃 亞社 小品 亞社系列 什麼之類的 好 這種什麼什麼社系列的 大部分都會是梁時秋 嗯這個也可以是一個當個keywords 所以呢 代表作的部分啊 老師很少提 但是我有提的 欸你要特別記一下 CP值很高 那風格上面呢 他影小品文最特色 你說老師 鳥那一課廢話那麼多 欸啊就單純就那一課而已 對 他其實小品文還最有特色喔 然後兼容中西 為什麼 我跟你講他做一件超爆偉大的事情 超級偉大 就是他翻譯了 莎士比亞全集 各位同學 莎士比亞應該知道吧 Romeo跟Juliet 應該都懂 那這個莎士比亞 為什麼去翻譯這個作品 相當令人欽佩 有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莎士比亞他是很 古代以前的人 所以啊也因為太古代的關係 他們所使用的英文的句法 會跟 會跟我們現在有一點不一樣 那也會因為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他有一些古英文 欸你知道嗎 英文有古英文 我們中文都會有那種 古老的字看不懂了 更何況是英文呢 所以梁石秋呢 他必須要英文的底韻非常的深厚 還要呢 國文的底韻非常的深厚 能夠把莎士比亞的內心的那一種感覺 還有用字潛詞跟美的感覺 通通通呈現在這一個莎士比亞圈集 所以感謝梁石秋 讚嘆梁石秋就是他 而且大考考過三次 都考這個 嘿 所以老師才要特別寫上去 如果要用三點來總結這個人的大考方向的話 就是這三點啦 好那他的散文風格 幽默不失睿智 這個東西有一點尷尬 因為很多同學都搞不清楚作者的幽默是什麼 對 那我愛鳥這篇文章 他其實就是屬於比較幽默的方式啦 用一個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 然後呢去呈現哎 道反的方式 我想這世界上沒有比鳥更俊俏 用一些誇式的方式呢 去說明他心中的 這個對於鳥的形象 這種就是有一種 這種就是有一種 就是有一種幽默的成分在 所以各位同學你注意一下 你看到幽默也可以想到梁石秋 看到幽默也可以想到梁石秋 好幽默不是睿智 那體制也比較精煉 好 那翻譯莎士皮亞這個全集 其實也是很厲害的點是在於說 現在全國幾乎 哎不對 全世界幾乎通用的版本 好就是如果以中文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梁石秋的這一個 也很感恩他讚讚他 因為他有去國外留學 所以呢他的這個作品呢 哎才會蠻豐富的 他的作品才會蠻豐富的 OK 那以上呢這幾個人啊 就是所謂的出國凱旋留學組啦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他們都有在國外讀書 然後在我們的考題當中 出現的頻率也是蠻高的 所以各位同學不妨可以注意一下 這幾位對你來講的 Apela Apela 感谢观看